很感謝神 牧師 師母 弟兄姊妹平安 我觉得来到恩寵真的是 就像圣经当中所讲的 格林桌前修二章九节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特别是我今天能够来服侍主 我觉得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 我觉得也是我一生最大的福分 那也感谢神也是我家人最感到欣慰的 那我就先从我的家如何得救 先来跟大家分享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又保守的家庭当中 因着算命的关系 我全家都陷入在仇云惨物的咒诅中 我的母亲为了要寻求能够消灾解恶的方法 她吃灾 她念佛 做法会 而且我们家里有供奉很多的偶像 到处的去求神问补 所耗费的金钱跟精神真的是无法计算 不但我的家没有带来平安 反而引来灵界邪灵许多的搅扰 我家中原本和乐的气氛 也变得忧郁跟愁苦 而且是非常的痛苦的 这样的日子经过了很多年 有一天其实 我这边有点差 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们那时候走投无路 然后我们一般民间会说拜提供 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她就是 她也没办法她就是 我们家偶像很多 后来她就拜天 结果她拜完天之后 我大哥那时候她就做了一个梦 她就梦见在 在梦中就是有一个发光的很像人 应该就是耶稣 然后环抱的地球 然后她心里面 而且有非常非常的爱的充满 所以那时候她就打电话回家说 她全身非常的舒服很平安这样 然后隔天我大哥的同事就跟她传福音这样 所以也就是因着这样子我们全家 因着我大哥的改变 我们全家就受洗就相信神 而且我们也见证了上帝的大能 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儿女 那我们家也从忧愁变为喜乐跟盼望 所以从算命的咒诅当中 拜偶像的牢笼当中挣脱出来 从我的家许多的禁忌当中得到释放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全家 那个捆绑的那个恶好像被断开来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是 我可以站在这里来向弟兄姐妹来做见证 我觉得感谢上帝的大能 来使我的家脱离这样的一个牢笋 感谢神 那信主之后呢 其实我非常快的就投入在教会的服饰 但是因为我过去的教会 并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很扎实的真理的教导 跟灵命的操练 所以在怎么火热的心都会冷却 在我生活当中会 仍然会面对许多的考验跟挑战 在经历一段信仰的旷野期 我非常的茫然不知道何去何从 但是后来呢 我借着台北领娘堂的生命培训学院的训练 使我在真理跟信仰上面能够重获新生 更认识我们的阿爸天父 而我自己也立下了决心要来全职来侍奉神 但是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 虽然我在寻求全职的路上 几经的波折 但是我知道这是神对我最终的一个呼召 所以我当时我在职场也担任音乐教师很多年之后 神也带领我去念灵娘神学院的圣工硕士科 毕业之后我在福音中心担任实习传道三年 我主责儿童跟青少年的事工 之后神又带领我进入到中华信外爱基金会 从事青少年的辅导工作 在这个期间我都没有忘记 当初神对我全职呼召的使命 所以我在进入福音机构的初期 一次的特会当中我遇见牧师跟师母 那当时就被邀请说一起来到教会服侍 可是因为我刚刚转换合场 所以我也还在适应跟摸索当中 所以我就只能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而且放在祷告当中 我相信神他有他的带领的计划以及他的时间 所以我在基金会受了两年的装备跟团队的服饰 所以感谢主在这个时间点 透过牧师跟师母带领我回到最起初的呼召 谢谢主 我在过去服饰的经验当中 大多倾向事工导向 反而在关系的牧养上面是比较缺乏的 因此我在实习的时候 我常常单打独斗 我不知道如何来建造团队 凡事讲求快速果效 不懂得做培植跟传承的工作 所以在基金会的这两年 神让我看到团队服饰的应用跟训练的重要 我现在来到恩宠林良堂 我知道教会的意象在于门徒训练跟传福音的策略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最棒的训练场 按着神国的计划 正是要摆脱个人单打独斗 进入团体战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教会服饰的方向 也是朝着这部分来努力 接下来因为我过去我所学的服饰 跟我的内容大部分是跟音乐有关 所以也希望未来在教会的敬拜赞美的领域当中 我能够尽全力的来跟教会一起站立 也希望能够帮助训练教会的弟兄姐妹 能够发挥恩赐 并且能够参与敬拜服饰的团队 那青少年的部分一直是我所接触 而且有负担的区块 我希望能够加强青少年在对真理的认识及根基的建造 是当务之急 也希望能够开发他们潜能的恩赐 潜能以及恩赐的发掘 是我未来牧养青少年的重点 如果是弟兄姐妹 你对于音乐敬拜跟青少年服饰 有感动跟负担 也欢迎能够一起加入来服饰 一起建造我们荣耀的教会 谢谢